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8.3% 高于市场预期的8.1% 同棚未如预期的回落 造成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暴跌 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更狂跌1300点 是两年以来最悲惨的一天 台股今天开盘也是脸色铁青 14695点开出 下跌199点 短短一分钟内跌幅扩大至372点 指数灌破14600关卡 来到14522点 集中全职股台积电狂蟹17元 触及476元 联发科重挫24元 报在602元 盘面上大力光望宏华邦电 跌幅都突破3% 分析师研判台股中长线 将呈现幅度较大的箱形整理 要静待10月 7月公布第三季财报及后市展望 看满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